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饭吃饭 其实在一顿饭里面 饭才是灵魂所在 要煮好一碗饭 其实更难过煮菜 我对饭的需求都很讲究 又要香又要咬口 我相信很多人家煮饭 都是用烟饭煮的 因为方便 但在我的备方 煮饭可以又快又好吃 还不用整晚炆不贵 我的备方 就用高速煮饭 5分钟加点 大家跟着我试一下 今次 我就教大家用这个小型高速煮饭 米和水的比例就是1比1 直至倒入煮中 整平它 接着 红点对红点山盖 啪一声代表锁好 开火 将速度调至易速 指示线会慢慢上升 当见到黄线便可以开始收小火 绿色线便可以开始计时 5分钟 高速煮的原理 是用压力 令每粒米均匀 受以受压 所以每粒米都会同时间熟透 而且不会走水和走气 那些饭的香味和营养 便会锁住在煮里面 好了 可以熄火 但熄火之后不要立刻开盖 因为菲萨高速煮里面 有安全装置 我们等指示线降到原位 才可以开盖 哇 好香啊 还不贴底 这饭粒粒分明 有饱满又有光雜 嗯 还好因人 如果大家喜欢吃煮仔饭 用这个小型高速煮 在米上面放入喜爱的材料 一起煮就可以 如果想要饭焦效果 煮好饭之后 开盖 再用小火烘一烘底 直至闻到饭焦香味 就可以了 吃的时候 加些煮仔饭 豉油调味 就更加惹味 其实市面上比较昂贵的电饭煲 其实都是采用了类似高鸽 烹调的原理 不过 高速煮除了煮饭 还有很多功能 可以快速煮菜 蒸菜 烹饭煲 从此 可以取得电饭煲的地位 好了 不说这么多 我开饭了